大家好,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讲城市切换页的设计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程的大概的一些模块 前面先竞品分析,然后再讲整个这个页面的一些布局 还有交互的分析 接下来再重点讲一下,在PS里面重点讲一下图层设计的一些技巧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所要设计的这个城市切换页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最终做出来的一个城市切换页的一个效果 那基本上的话布局还是可以这么来分嘛 就是一个头部嘛 然后呢中间这边有一个搜索的一个模块 然后接下来下面整个是一个大的一些这个模块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城市的一个模块 所以呢这个页面我们准备分为三个模块 一个就是个头部,一个就是这个搜索 一个就是下面这块的城市的内容 那这样会简单的一些 那还没设计之前呢 我们肯定要先知道一下这个页面到底是怎么样 怎么做出来的 为什么是用这种形式做出来 而不是其他形式做出来呢 那这个我们就无可避免了 还要去看一下我们一些 相关行业的一些竞品的一个设计了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些 这几个呢可能有些人看起来还是蛮陌生的 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是美团 这个是大众点评 那这个是五八同城 再往下 这个是搜索 是不是看来跟我们这个界面是很相似的 都能找得到它的一些原型了 好这个是那个也是同样一个竞争对手 就是安居客 好那这个是糯米的 那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 首先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都是要把这个城市企业关闭的一个按钮 那这个很容易的我们就可以得出 这个是一个打岔了一个一个 或者是取消两个字的一个案例 其实这个设计原先是写取消两个字的 但是后面觉得整个页面的节奏感不太强 那就是最后就用图标了 就是参考别人的这些成功的一些案例了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头部的话 很多产品它都用的是白色的 就是弱化这个头部嘛 主要把用户的一些眼光 集中在他们所关心的这个城市的这个页面 但是呢 我们现在的我们自己的这个产品 其实还是把这块做得非常的突出了 也直接用那个我们这个产品的整体皮肤色红色嘛 那主要是还是为了原先呢 我们整个设计已经是定好了这么一个调 所以呢 是往一个风格去走的 所以这点的话就是 还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缺陷的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那往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SOFAN 现在在那个美国上市 市值400亿的这么一个产品 它也是这么弄的 应该说在这个房产信息行业里面的话 这个SOFAN应该算是全国是最牛逼的 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是最牛逼的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世界上 还没有一个产品在做房产信息类的 做得比他们大嘛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比较流氓一点 这么一个判断的话 就说明它还是一个行业里面的佼佼者 应该是一个领导者 但是呢 它有缺陷的我们肯定不能完全去学它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城市切换页给换回去的话 没有这个关闭按钮肯定不合适的 它这个不出现 那我们肯定要增加上去 是吧 那它觉得还好的 比如说像第一个部分 好我们再往回走 第一个部分大家其实我们这么一看 很容易可以看出这个都是一个 GPS定位的当前城市的一个内容 那接下来就是 它多了一个最近访问的 但是好像在这个切换 因为怎么说呢 它如果说 我举个例子 你在北京买房子的话 你肯定不怎么去关心 那个上海的房子 除非那些投资的人 但是投资呢 又是非常小的一部分用户 所以呢 经过到这一点的话 还是 不会把这个城市切换的 这个做得非常突出 也是不会把 你不会关心说 大家会不会经常切换他们城市 所以不会把最近切换的城市 给它放出来 还是会 参考我们这个收房的 把当前城市最重要的放出来 然后把热门城市 你如果说关心的一些城市 我们把它放出来 还有一点的话 我们还要这里简单的说一下 像这个牌板 都是用方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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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形式 是不是 好 像这些比较牛逼的 美团 那个58 还有这个大众点评 也都是用方块方块方块的 当然他们是一系列的 他们之间是属于一个竞争对手的关系 所以都会相互的模仿来模仿去 参考来参考去 当然主流的话 现在也是趋向一向这种形式 看起来比较简约一些 也比较明快一些 玩了之后 等你看完这些主要城市之后 往下再用这种 一行一行的形式来提现 所以这点我是觉得 也是我们这个产品 我们这个城市 也做一个缺陷的地方 好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 本来应该是一个 应该蛮突出的一个地方 但是因为这个产品 其实我刚才讲的 它对地域性的现实会比较大一些 关心当前城市的人会比较多一些 但关心海外跟国内 这个之间在企划的动作 肯定也没那么频繁 但也有一些人是他比较关心 他还买海外房产 有钱人嘛 要在海外去置业 这个也会有需求 但是我们要把这块弱化了 所以就没有用 这块就没有用 特别突出的颜色来做了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这块参考了 还是大众点评了 切换了这个功能 那大概的整个页面的介绍 简单就是这样子了 那接下来呢 我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页面呢 在设计这块这块这行这行 这个区域 它是怎么做的 你看看起来 这个好像蛮复杂了 是不是 但是其实也蛮简单的 那其他部分的话 其他部分的话 我们就暂时先不说了 这些布局我是都已经做好了 还有这些主要的模块 我都已经做好了 现在就是在这些部分里面 加入我们所要的东西 这块本来是一个模块 这块也是本来一个模块 这个 这个模块的话 是用一个圆角矩形去做的 然后上面再叠加 另外一个圆角矩形 另外一个圆角矩形 这边呢 再把它切掉 这个弧形的锚点 再把它去掉 然后就做成直的 所以这块没有用白色的 主要原因 我可以大家说一下 白色一放 其实非常明显 对不对 但是呢 它就是不太合适 变成所有的目光 都集中到这个地方来了 所以我们还是用这样的一种 弱火它的这么一种效果来做 好了 这个部分我们来简单说一下 这些辅助线已经做好了 肯定城市这个页面 我们要切换到这个组这边来 城市这个页面 这个文本我已经 已经做好了 这样大家比较 不必浪费时间 小了 接线 好 不错了 应该是 长剧 好 滚到我们觉得合适的位置 位置 这个又滚错了 这边应该丢出这种东西 好 好 那城市这边最重要了 肯定是用很深的黑色来做了 好 那我们量一下 这块高度多少 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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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二那上面就应该要 这里要三在这条线应该在他六十二中间三十一这个位置 是不是 那这里应该也要距离三十一 那他后面的话才会相等 所以这边应该是 我们画一个三十一高度的 三十七 三十九 三十一高度的 好 然后呢 把辅助先拉下来 然后呢 好 把 然后呢 再把中间这条线 他们间隔的线 画出来 Shift按一下 是吧 再来一次 Shift按一下 好 然后呢 在这两个之间 做一个路径 选择到这个图形 这个形状 然后呢 集中一下 好 那这个位置就可以定下来了 基本上 那把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这个的位置给定下来 好 同样 我们再做一个 路径 高度为62的路径 好 然后呢 再选择 再选择 这个 形状 再让它集中一些 好 这两个上下两个就 确定下来了 这两个形状都已经确定下来了 中间的这些就让它怎么做呢 就让它 这个图层 一条 脱一条下来 两条下来 三条下来 按住Shift 按住Alt 然后我们拖下来 把中间这些填满了 然后呢 最后一个图层 第一个图层 这都有了 选一选 垂直居中分布一下 好 你看 好了 它还在整整齐齐的 对不对 好 保存一下 那其他的这些都相对来说 应该对大家来讲比较简单 无非是画一个 云框的矩形 然后再做一个这个图标 文字打上去 文字打上去 这个也是 这可能相对来说 会比较不好做一些 那这个单独做一个 一个设计的 我们后面会讲 那这节课呢 就暂时先讲到这边的 就跳过去了 那这边还有个ABCD的 那个就更简单了 就是文字考进来之后呢 直接把大行距 跳到最合适的位置 就OK了 好 那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